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局局长田飞鹏及地方士生等贵宾与会 共同焚香驻岛开工顺利 并在完工后提供一处老人休闲文康活动的好去处 卓县长表示 我们电商人啊 饮水疏完 大家没努力 这个地方做得好 而且咧 把外发之后 再生之后 也不是说放在那里外广 放在那里旁不是 我们充分运用 就来加做我们电商老人会 和我们地方啊 大家持大外广的一个中心好吗 这希望咧 我们的婚修 建造 改进社的工程啊 可以顺利完美 我们电商所有的招费持大 都有一个 真好 完整的外广的空间 让大家呢 能劳有所用 劳有所学 劳有所乐 还有劳有所养 这是我们四大目标 祝大家健康 平安 田中镇开发历史悠久 境内历史文化资产丰富 彰化县政府为保存珍贵的文化资产 并透过再生利用工程活化历史建筑 提供田中镇老人会一处属于自己的活动产品 也为田中地区增添一处文艺景点 重现台湾烟业耕种实业改进社的往日风华 完工后将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及观光发展 公益频道陈文硕 田中采访报道